记者张存威台东报道 台东县长滨双浪金刚马拉松 今天上午开跑 包括香港、日本、爱尔兰、俄罗斯、加拿大、斯洛伐克等国 共1900位选手一起到台东最北端的长滨湘兴旅行 选手们穿过湘间小道及近年超夯的金刚大道 长阳海浪及绿色道浪间 跑起来轻松惬意 东莞处指出,长滨湘风景优美 不过因为地处偏远,相对车潮也少 因此结合在的推广长滨湘兴旅行 包括昨天晚上也有封城的长滨湘半桌活动 游在地餐饮 民宿业者提供最新鲜的鱼货 野菜、手作面包等 让人惊艳长滨湘产丰富又美味 金刚马包括42 195公里全马组 21公里半马组及7.5公里乐火组 今年是第三年举行 清晨5点30分由东莞处长洪东涛 长滨湘掌潘书方鸣枪起跑出发 从长滨国小出发后 沿东十三线到金刚大岛 看到远方的海 身边的绿色盗浪 心旷神怡 而全马 半马组选手分别还要再跑到花莲掌红桥 八仙洞 今天天气不错 选手们都跑得很进兴 两桂 二桂 三桂 三桂